我們這一場是網路爭議言論 跟使用者隱私跟各自保護 那 我想你們可以先坐在下面 我做一個很簡單的引言 大概應該可以在十分鐘之內 可以把它講完 那個能不能把麥克風的Stand把它夾起來好不好 那個我們 我們等一下會盡量保留 十分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 給底下的人 假設有醫院要問問題的話 那原則上我們會 按照國際慣例的方式 我們會把麥克風Stand放在中間 所以任何人要發言的時候 拜託你走到麥克風前面 但是請記住 我們一個人只有一分鐘 不要你一個人把別人的時間用光 那你要是一分鐘講的不夠的話 你可以 從後面再拍對 再重新再給你一次機會 可以 可以把它放在那個階梯那邊 我怕危險 不 階梯下面 然後人站在前面 要面對鏡頭 所以要反過來發言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稍等我一下 我們這個場次就開始 那我必須首先說 我們本來是用假新聞 不過我們的政委他特別強調 假新聞不歸他管 所以我們原則上來講 我們把它換成叫做網路爭論的言論 但是當然我們會cover到假新聞的部分 但是各位千萬注意一下 這個政府裡面每一個人所管轄的不一樣 所以我想我們尊重政委他負責的部分 好 OK 首先當我們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各位大概知道 這個議題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美國總統大選去年選舉的時候 所吵出來的一個大的議題 那這個議題產生的時候 一開始大家都很熱 但是沿著下來 各位可以看到 針對這個fake news 或是我們說爭論議題的時候 很多全世界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討論 這樣子的議題 假設你到Wikipedia去看 Fake news 我把它登錄下來看好幾頁 難以想像說 這個議題已經鬧到這麼大 而且在歐洲甚至在 我知道在 這個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歐盟 EUIG EUIG 就是歐洲的Internet Governance的會議 在 塔琳 塔琳在 一個 波羅的海三小國的一個國家 開這樣子的會議的時候 也把這個fake news拿出來討論 因為討論很多 既然連社會學校 政治學校都跑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蠻有意思的議題 那我 就是爭論的議題 到底是什麼 我們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記住 假設我們不知道那個definition 其實你不是沒有辦法 有一個方法來解決問題的 那 這個Claire她講了一個很有趣的 她說 我們要了解這個 今天的這個資訊的這個ecosystem 我們就必須要break down 三個不同的方向 第一個是內容的形態 它的動機 還有它是 這個content是怎麼樣被誤解 或是被錯誤著傳遞的 它原則上把它分割為 有七種不同的型態 各位可以看到 可能這個英文字太小 我簡單說 第一個叫做 諷刺性 開玩笑 細念 這個我想 我自己也常常在臉書做這種行為 你根本在講反話 要講反話 只有目的就是 逗人家 開心 好玩笑 然後這個這個 或是故意去 諷刺別人 第二種叫做 故意的誤導 明明是這個 它故意去誤導 另外一個方向 引人家 看起來是這個題目 那我想 在台灣我們經常會發現的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新聞的title 跟新聞的內容 兩個是對不起來的 新聞的title看起來很聳動 但是你讀內文的時候 其實根本不是 第三個叫做 欺騙 或者你故意在扮演 模仿 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第四個叫做 偽造 杜撰 那我相信各位一定有很多經驗 特別我 剛剛跟我們政委開玩笑說 台灣第一個要杜絕假新聞 應該從政治人物開始 每年賢局的時候我們就發現 假新聞特別多 偽造 杜撰的東西就特別多 不過這個絕對不是他的話 是我的話 免得 他回行政院上班有點麻煩 第五個原則上來講叫做 有不正確的連結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在網路上大家都會經常有連結 那Connectivity的時候 他有時候故意把你誤導到一個地方去做 明明是這個東西 然後你去那邊看的時候 結果發現 原來根本是不一樣的內容 這個我想只要在臉書 在網路經常活動的人都有這樣子的經驗 第六個原則上是錯誤 甚至是上下文是不對的 那很簡單 他就其實上下文故意製造 讓你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 第七種就是篡改 這個各位大概也都知道 明明是這樣子的東西他把它篡改 那其實篡改一定是壞的嘛 也不一見的 我想各位都知道 我們在YouTube最流行 YouTube最流行的地方 很多人把這個 我記得最容易被篡改的 就是希特勒的影片 很多人喜歡用希特勒的影片來做篡改 然後改成他所要表達的意見 跟原來的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說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我們在講Fact News 或是在講有爭論的議題的時候 有這七種形態 這七種形態 他甚至把它劃出來說 你那個misinformation 它還有不同的category 那不同的category 代表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譬如說你到底是你的目的 或者相關的東西 你都必須要去思考 那有時候我們可以分析 如下譬如說他不是一個很專業的媒體 那坦白說 我們不能怪 今天的媒體壓力非常的大 我想剛剛我聽到這個臉書陳述在講 我們今天臉書 這個媒體啊 光要survive都不容易 在想要survive不容易的底下 在過去我們媒體經常會有所謂的 編審的制度 後面都有審稿相關的部分 但是為了要敢頭條新聞 所以有時候那個編審 經常那個機制會漏掉 那當然還有剛剛講的諷刺 挑釁 故意要煽情 那黨派的偏見 利益 政治的影響力跟宣傳 這個都是所產生的 那各位假設到wikipedia 你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他說我們如何能夠spot這個fake news 我們面臨到fake news應該怎麼辦 第一個部分大家都知道 他說要consider 要思考這個資訊的來源 而資訊的來源最重要的目的是 確認這個的確是這個來源 是你可以信來的對象 所以我說人類到了21世紀 21世紀的時候挑戰最大的是 叫accountability 這個accountability不只是組織政府 那Ican每一年都要accountability做一次 今年在下一次會議在 約翰尼斯堡南非 接下來在Dubai的開會 Ican的accountability 是第三次的accountability 所有的stakeholder 要對Ican的accountability 做確認 這個我想對亞洲的政府官員 或是公務機關會比較不習慣 我們都以為公信力是 只要我是政府就有公信力 其實錯 這個accountability從來不是天上 掉下來給你的 accountability是你要去建構起來的 那Ican因為我們不是政府組織 那我們必須要想辦法讓一百六十幾個國家 還有包括不同的multi-stakeholder 認為Ican是可以accountable 所以我們一直在調整機制 來讓它變accountable 第二個他說你要check author 每次你在看一篇文章或看發言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是誰 那他的習慣是 譬如說我我特別喜歡吸孽 喜歡開玩笑 所以看我的文章有時候要蠻小心的 因為我常常亂開玩笑 而check a date 譬如說假設各位還知道 有一段時間在非洲東東移民 跑到歐洲去的時候 有一張圖片播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用二次世界大戰逃難的相片 大家以為那個就是 非洲中東的人逃難要逃到歐洲去的狀態 所以很多時候他那個相片也是假的 也是用舊的東西來抖出來的 還有你要check 你是不是有bias 然後re beyond 所謂re beyond就是你不要只聽一個消息 你要聽不同的聲音 在IGEN的建構的過程裡面 非常重要是多方的角度來看問題 不要從單一的角度來看問題 supporting source 還有這是不是一個joke 或者你要問一些專家 才能夠去理解 在Wikipedia你看到這些東西 但是說真的 我們回來問自己 我們做得到這樣子的方式嗎 坦白說並不太容易 那我的 我的簡單的介紹到這裡而已 那我等一下我要拜託我們的panelist 上來第一個我要請我們的政委 這個唐鳳能夠上來 然後接下來是陳述 麻煩你上 你可以從那邊上來 還有萬如 不是那個 曾根穎 若帆 還有Crystal 我還漏掉誰嗎 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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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簡單大概我想 唐政務委員大家都認得他 陳述總監我想大家也都認得 因為他剛剛已經發過言了 那宜若帆過去設在Google做Policy 那現在他已經轉到理事事務所 那曾根穎真理事 他是從理事事務所來的 那另外這個明宣 他是從太前來的 最後Crystal是從太前來的 所以言論上我們希望有不同的 代表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針對這個議題來討論 那在我們開始Panel之前 我想有機會有興趣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議題 他們的看法 所以我不知道是有沒有先不先 是 鄭偉你要不要先來 來你先來 你有檔案嗎 對 你是有檔案嗎 OK OK 我幫你按個按個按個按鈕 不要你聽不聽 要不要你聽不聽 отм 想要不要你聽不聽 太多次我买钱了 很高兴能够在IGF这边 那大家知道 其实我过去的20年时间 都是在这种 老师不小的 在后代的国务华家长大 可以说如果没有IPUF 后来的I can 那我就不可能 在没有学校的支持之下 在学习 所以我一直在想 就是说 我们能够用这种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东西 好像仅限于 就是这种非常硬的 技术性的东西 但是随着网路 它进入大家的生活 我们慢慢不会说 online offline 因为你现在offline的时候 其实就是onland 但是你还是连在网路上 也就是说这两个世界 现在已经重合成一个世界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继续用 这样子的世界治理方法 可是本来的治理方法的朋友们 也很不习惯 其实双方都很不习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子 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打一个不太好的比喻 就是说数位的原住民族 跟数位的移民 要怎么样达到一个和解 而不是互相杀戮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我自己在进了行政院之后 其实我做的 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就是我记得 我进行政院的第零天 就是说我报到的前一天 然后我去跟我们 其他政委委员拜会的时候 当时的前一场院会 正在讨论顶级域名这件事情 我们要不要开放 这个私人商业公司 注册顶级域名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不理解的朋友们 顶级的意思 是不是最高级的 最高级是不是就是 像是头等舱呢 还是什么之类 就是说会有一些 很有趣的比喻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不断的画白板 告诉大家说这个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从我进行政院第零天 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后来呢 就碰到了就是 劳基法修法的这件事情 劳基法修法的时候呢 劳动部的那个 我们开放政府联络人来告诉我说 在网络上面充斥着 就是不正确的讯息 举例来说 大家以为只能在 礼拜六跟礼拜天排班 然后排休假 然后造成企业主的恐慌 其实本来就可以排在任何一天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讯息就传的 到处都是 然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呢 他们就写了一个 大概非常多页的 可能列印出来大概六七页的吧 的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问答集 用pdf的方式 放在劳动部的网站 觉得这样子就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了 那当然没有人会去点那个网站 也没有人会去开那个pdf 卷到第五页 来看自己的这个问题的解答在哪里 也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澄清事实 是完全没有用的 所以说呢 那他们就遭到了 我们在网路上面叫做 分散式的服务阻断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所有的电话 的那个专线电话 就被打爆了 他们花了三个颗的人手 在接全国各地的中小企业主 包含劳工 打过来说 我看到说这个只能在礼拜六礼拜天 然后什么之类之类之类 然后所以他们本来 劳动部的事情就不用做了 他们所有的日常业务的人 就是用来回答这些在网路上 或者其他的媒体上面 媒体主流媒体比较少 传播的这些不实的讯息 所以他们深以为苦 那所以说呢 我当时有做一个很简单的具体建议 就是说你们既然有这么长的PDF 那为什么不把其中每一个回答 给一个网址 然后放在劳动部的网页上面 然后呢就让任何在回答的人 可以连到那一个网址 这是一个用结构化的方式 这个呢我们同样在网路自己的朋友们 这个就叫做FAQ啊 就叫做常见问答机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接近是就是小学程度的 这样一件事情 但是对于这个政府的朋友们来讲 就是说可能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理解到说 有一个结构化的问答机 每一个人问到你有一个网址去回答它 是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后来我就辅导建立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个也重点就是说 不要在自己熟悉的媒体 觉得说我把我熟的这些媒体的主编啊 或者是这些朋友们这个说服了 他们就会自动的帮我去辟谣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在网路上每个人都一样大 你一定要就是有一个很结构化的东西 来说清楚自己的意思 所以那是我在1月的时候的一个具体的贡献 然后接下来呢 我自己就成为了不识新闻的一个受害者 那在3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当时就是在院会嘛 我记得就是NCC其实也不能说是主管这个 就是把网路上面目前现有的所有的状况 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然后在报告的时候呢 有提到第三方的一个查核的机制 Google有在建立 Facebook有在建立 待会这些朋友们会说 然后当时呢 因为院会嘛 那个徐发言人坐我旁边 然后他就说 那这个机制就是使用者看起来是怎么样 那当时因为英文版已经上线了 我就开了我的手机说 英文版长这样子给他看 全部就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过了两个月之后 在3月的记者会上面 然后呢 这个徐发言人就说 吴正宗政委 现在对于这个社会上面 对这个假新闻的这个议题啊 他这个会有当然的处理方式 完全没有提到我 那就有位记者问说 这个都是有直播的 所以各位回去看影片 就是说 就有个记者说 唐凤团都没有角色吗 然后呢 那这个徐发言人 就好像仿佛记得 这个一两个月以前 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他说哦 这个唐正宗好像有在做什么问答集 这个机制 这个机制到最后 这个就是使用者如果po一些不实讯息 底下好像会跳一些什么东西出来 那就好比上说一些传染病相关的东西 我们也是有法律的这样子 他就讲了这些 其实每一句话都不是错的 就是都是事实 但是呢 他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的空间 就是 就是叫做脑补嘛 我们在网路上 我们知道脑补大补 脑补最补 也就是说 他没有讲的部分 这个填控啊 这个我们媒体朋友们呢 就就自己穿针引线的 把它都填控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詹主委跟我 就遭受到了分散式的 这个服务阻断的攻击 我们的 我们的电话 我们的facebook 我们的信箱 全部都被打爆 这样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马上站到以前 劳动部的那个 那个位置上 踩上那个位置上 所以呢 后来当然 接下来的院会 我们三个嘛 就是去发言人 我跟主委 就就坐下来吧 这件事情其实都讲得很清楚 这个我们自己打到公司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说 大家都已经被这种东西洗板了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这样 那所以呢 当时呢 就是我就录了一个直播 也写了一个statement 然后也用了各种各样的频道放出去 然后呢 最后呢 这个终于很感谢媒体朋友们捧场 就是在这个一场茶叙上面 一次跟所有人讲清楚 就是说所谓行政院要掌控谣言 根本就是一个谣言 那我没有用假新闻三个字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们是依法行政 法律上面就没有这三个字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来处理 法律上有不实 有谣言 有恐吓公众 这些是我们可以处理的 可是法律上面没有定义的字 行政院没有办法处理 请下一页 那所以呢 我们当时在就是对峙这样子铺天盖地 袭来的这样子一种脑补的时候呢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行政院的首页 放了一个热门议题 网络争议讯息之治理 当时从首页一点进去就看得到 那后来还印了一些文宣 但是当然最近被那个前瞻基础建设洗过去 你要按下一页才看得到 没有没有没有 好那这边呢就是一个这个五张EQ吗 五圈一叉 对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有五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不做的 就是我们不会做控管性的立法会修法 大家脑补那个东西 是我们绝对不会去做的东西 只要我们两位还在 它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然后但是呢 这里面呢工部门真正自己能够动手做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件事情 就是结构化的问答计 所有其他的四件事情 都不是工部门可以做的 工部门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level planning ground 让民间的朋友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让整个社会看到 到底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 也就是说 有人来问 为什么做这件事 为什么这个人在这个时候 做了这件事 我们要回答得出来 那个为什么 这个就是accountability 有人问 我们就要回答 请下一言 所以说呢 在就是所谓的问答集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有建两个网站 qa.pdis.tw 是我们用gitbook这个技术做出来的 就是我们在行政院内部有个讨论区 用discourse加的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呢 对于新来的这些不同的谣言啊 各部会的朋友们呢 可以在确保彼此都没有自己造谣的情况下 你出一些回答来 你出回答之后呢 我们审稿审过之后 发言人打个勾 就会自动变成 好比上说 最近的前瞻技术建设的问答集 的一个可以全文检索的一个界面 它节省了所有的部会之间 互相协调的一个负担 然后也让我们能够更及时的去反映 大家对于前瞻技术建设关心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技术上的 但是呢另外一个部分 contability的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说当我们透明之后 如果有人要追问 我们要及时回答 如果谣言来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问我 我马上就说根本不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谣言没有滋长的空间 以前的问题是说 你写到不管院长信箱还是哪里 你可能要等二 就是二十天左右 你才收得到一份 可是里面可能又回答你的问题百分之六 那你要怎么办呢 那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有一个急问急答的 这样一个空间 ask.pedis.taiwan 这个其实是我在 就是入阁前就已经使用的 后来停了一阵子 是因为我想要确定说 第一个它是用自由软体所撰写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用国外的服务了 我们现在是在台湾 自己用自由软体开发了一个服务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确保说 行政院的其他朋友们是OK的 我可以这样子及时回答问题 请下一页 好 那所以说 其实接下来就是大家的事情了 就是说我刚刚就说 官部门除了结构化的问答题 以及provide我们自己的contability之外 其实我们不应该再做任何事情 那但是呢大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哪些我们可以帮忙了解 帮忙澄清 帮忙跟大家讲清楚的事情 我们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愿意去帮忙大家 那所以这个五圈一叉的这个概念呢 我有一个缩网址 在rumor.pdis.tw 那这个会重新导向到行政院的官网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部分有任何想法 或任何意见的话 也随时欢迎在网络上询问 谢谢 我其实在1998年的时候加入网络公司 那我在1998年加入网络公司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像Facebook Google这么蓬勃的发展 但是坦白说 几乎所有做网络poto入口网站的公司 都会养了一组人 专门负责在删一些资料 那当时删的资料 基本上是删两种资料 大概简单说明一下 第一种是色情 特别是child pornography的部分 针对小孩子的色情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暴力 或是evil argument的部分 那我记得那时候还记得的时候 是我曾经去过一个call center 结果那call center的人跟我讲说 你看那边那十几个人 就是雅虎出钱 养他们负责 去看每个页面 有没有这样子的内容 所以接下来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我想既然我们政委已经开头了 他说业者要致力 我们今天来了两个业者 我们想问问他们 他们怎么去致力 负责去处理这个fact news 不管这个fact news 我们用的fact news 基本上是用国际上惯用的一次 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我能不能麻烦 我们的陈总监来跟我们会 我帮你按就可以了 你只要讲 能不能帮我转过来这一台 这是Crystal的 这是Crystal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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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那就Crystal先来 那好 既然是Crystal 那我就必须要特别讲一下 它是很被关注的一个单位 这个Crystal 这个LINE这家公司 我想很多人用很多 那尤其 这个 治安单位特别头痛 所以我想 应该让LINE有机会来表达 他们怎么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好 Crystal来 谢谢无所 谢谢郑伟 然后NCC主委 然后在场各位先进 那我今天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可以 在这个TWiGF 来介绍LINE的一些特性 跟一些用户的使用习惯 那我想LINE它是一个通讯软体 是一个私密性的Messaging App 它跟Facebook比较不一样 我们是很注重 一对一的个人之间的隐私的通讯保障 那我想在在场的各位 既然会来参加这个场合 我想一定非常相信 那个Intervalent Governance 最重要的就是 Security 资安 Openness 开放性 跟隐私 那我们公司 就是 是亚洲算是一个 还蛮重要的Messaging App的公司 所以我们也 非常非常相信 这三个Pillars 是我们公司的 最重要的目标 那今天就是很快速的 跟各位简介一下 因为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我们公司 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公司 全球才成立 第六周年 那台湾才成立第五周年 那去年是在美国跟日本双上市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LINE 这个通讯软体产生呢 其实是因为日本的311大地震 那时候我们的社长创办人 就是写出LINE这个城市的人 他刚好募集了311大地震 所以他觉得在紧急的时候 communication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此这个城市 就因为311大地震而产生 所以因为在台湾刚满五周年 所以在LINE LINE在台湾的用户总共有1800万 那再来就是关于LINE的一些统计数字 我们全球的越活越用户是超过2亿 那全球来满30个国家 可以下载跟使用 支援十九中一语言 那这是我们LINE全球的办公室 其实最新 我们6月15号在东京公布的数字 我们全球员工人数超过4000名 那国籍数超过25个 那最重要的市场就是日本 泰国台湾跟印尼 那在矽谷也有办公室 那这个除了LINE本身 这个通讯软体的应用程式之外 我们的Family Apps 就家族应用程式 总共有87个 那总共包括了数位内容 然后游戏 然后大家所熟知的贴图 新闻 计程车 快递外送 还有待会可能我会稍微分享一下LINE Today 它是全台湾最大的手机入口新闻 我们的一个Mobile Portal 然后这个LINE Today 它是台湾的工程师领军 然后所设计发明创造出来的 那再来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在6月15号东京 也就是这个礼拜的四 在东京新发表了我们的AI产品 叫Clova 那这个AI产品的本身的名字叫Wave 那你可以叫它的名字Clova 跟它做一些互动 跟一个就是个人的助理的一个功能 那在今年夏天 会在日本先首先上市 那再来谈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 因为刚刚吴水跟周围很重视 业者自律的方向 那我自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刚才提到LINE 是因为311大地震所被发明出来的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重视 灾难跟紧急救援 那我们提供的免费平台 包括了给刑事警察局 做免费的诈骗的澄清 跟对民众的宣导 然后还有捐血的基金协议基金会 然后外交部的个人疾难 国人疾难救助 然后全国各县市 总共有13个县市政府 我们在疾难救助的时候 就是免费开放给各个政府平台 做讯息的发送 那再来就是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的商业营运模式 因为大家传讯息是免费的嘛 所以LINE是怎么样做一个生意的经营呢 大家可以在左边圈圈看到 我们其实43%都是在B2B的营收 那B2B包括官方账号 LINE AD帐号 切贴图 LINE POINTS 跟动态消息的新闻广告等等 然后再往右边移动 就是我们的数位内容 包括游戏 然后漫画 音乐 占27% 那通讯的部分 就是大家喜欢用的贴图主题LINE OUT LINE OUT是有点像那个 拨打电话的软体 只有在日本可以使用 占了21% 那其他的就是包括LINE FRIENDS 一些公仔店 占了10% 跳过一眼 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最重要的主题 就是个人的通讯自由跟Privacy的部分 那我在这边很简短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LINE是怎么样保护用户的隐私 然后同时兼顾一个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部分 secretcy of communication 我想是各个宪法所保障人民通讯的自由 这个是不用多做解释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权的一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很尊重 包括下面所写到日本韩国U.S.E.U.以及世界各国 我们有在通讯软体使用的地方 我们都尊重世界各国的隐私权 各资的保护 来做一个用户的protection的部分 那再来看到那个最左边 我们刚才是讲到法规层面嘛 然后看左边的部分是我们的技术层面 技术层面我们是采取那个leggy 就是LINE的一个特别的encryption 加密的一个系统 那同时我们也用了第二种形式 end-to-end encryption letter sealing的部分 就这个很简单的来描述它 就是你在 比如说我跟U.S.E.U.S.E.在用LINE通话的时候 我们两个会产生一个加密的金钥 那这个钥匙是只有我的device 跟U.S.E.U.S.E.的device会拥有 然后只有这个两个device在通讯的时候 两组金钥结合 它的通讯内容才会被看到 所以只要你的device 你的手机不要不见 或是被人家拿走 你的通讯内容是绝对绝对不会被看到的 那就算LINE的员工也没有办法看到 我很想看我老公平常跟谁传简讯 只是看不到的 那再来就是第三个true delete 你在那个LINE的通讯上 你只要一按删除 它就是马上完全删除 你没有办法回复 所以我们就要真正的delete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 在技术的部分的保障 然后再来看到最左边 LINE做了哪些努力呢 包括我们去年发表了encryption white paper 我们的加密的白皮书 那这是第一次由亚洲的通讯公司 所发表的一个encryption white paper 那再来我们在日本 因为我们还是以一个蛮 服务集中在日本为主的公司 所以我们在日本有做一些 学校的security 资讯安全的教育 那再来就是第三个transparency report 那我想就是在座民宣很清楚 我们是那个亚洲第二 第一个是我们的母公司naver 那我们是日本第一个通讯软体 加上所有的电信业者通讯商 我们是日本第一个做transparency report 隐私权这个叫透明度报告的公司 那所谓透明度报告就是 我们列出了所有世界各国的执法单位 跟我们那个调资料的建树 以及我们对执法单位的要求 包括要一定以上的法院文件的许可 以及要严重的犯罪或是emergency 我们才会提供执法单位协助 并且我们会依照我们的隐私权政策 使用者的规范 然后还有我们在公司内部 有很多的团队一起来做一个审核 就是外部的条件要符合法律的正确程序 跟我们内部的一些内规 我们才会提供执法单位的相关的协助 那这个就是刚才提到 因为我想E2EE就是 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incryption等于online human rights 所以加密是对于线上数位人群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一页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E2EE 那上面是没有E2EE的话 你的那个通讯的内容 就会被储存在server端 那有了E2EE之后 就像我刚才解释了 它是金钥跟金钥的结合 一个通讯内容才会被解开 所以就在你的devine上 才会被看到 那在这边我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对于资安 非常非常的精进我们的技术 所以我们上个月跟一个资安公司 叫InterTrust 他的技术长是科学界的诺贝尔奖得主 Peter Trojan Trojan教授 他会跟我们公司 成立一个联合共同实验室 在美国系国 所以我们会在资安的部分 更进进我们的技术 那同时我们每年也是台湾的 骇客年会的白晶级赞助 那我们非常非常重视 用crowdsourcing的部分 来保护我们的隐私权 那再来下一页的部分 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些国际资安认证 我就不一一赘述 那还有刚刚在之前的slide 我跟大家提到一个light today 它是由我们台湾工程师 领军所创造的 全台湾最大的手机新闻入口网站 那这个手机新闻入口网站 大概我们跟我们合作的媒体 有40来家 那我们都是采取自律的方式 选择一些比较具有公正性 然后大家的媒体 我们不会用内容农场的内容 那同时大家如果 这个手机今天 刚好有装light的话 可以帮我打开在第四个按键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新闻内容 那我们最近也是 特别做了一个谣言破解专区 像它这个banner是一直在跑 像有美丽果啊 是不是有毒啊 面包是不是有毒 五锅鱼什么 疫情扩大等等 大家可以就是 在台下可以帮我点一下 这个谣言破解专区 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有开放我们的 chatbot 免费给一些公民团体 还有新创公司做使用 像Gillie Me就有做一个trip bar 就非常非常有名 叫真的假的 它也是用qualsourcing的能力 然后来 对一些线上的不实谣言做澄清 那最后我做一个很简短的结论喔 就是除了我刚刚跟大家报告 就是LINE公司 所做的一些努力之外 我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用户 他是不是对这个假新闻 他有鉴别度 因为有些假新闻 或者所谓disinformation 它是需要一些专业性的鉴别力 所以我记得两个月前 欧盟也出了一个文宣 叫做Five Steps to Spock Fake News 就是你在转机之前 你是不是要看一看 想一想 听一听 这个是真的讯息吗 还是假的讯息 然后同时在专业鉴别度的方面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 在座的那个 各位政府长官 就可以多多的运用不同的平台 做一个即时性的 新闻的澄清或讯息的发布 然后如果说 政府需要有主动澄清的 跟民生相关的重大讯息的话 我想我们公司也是非常乐力的协助 那以上就跟大家报告在这里 LINE是在台湾 我们的治安单位 最妥疼的一个单位 他刚刚已经做了解释 不知道我们的治安单位 有没有心情好一点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是 Global的问题 那Global的Fake News 被指责最多的就是Facebook 尤其在去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Facebook被说了很多 那我想Mark也特别出来 做相关的沉浸 就像我想 刚刚陈总监 其实已经讲了一些 他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我假设记得没错 Mark出来讲了以后 后面还是有很多人 尤其是人权团体 提到说 这样子的方式 有没有违反到相关人权的异地 我想 这是不是有机会 我们请陈总监 大概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脸书 在Facebook这个部分 怎么样去处理 那这个处理的过程里面 不会去侵换到 这个人权 尤其是言论自由相关的这一块 请 好 谢谢 谢谢吴老师 那那个我之前 刚刚做过一个presentation 我就不再重复 那个我们的一些背景的资料了 大家可以那个 如果错过的话可以看直播 然后那个吴老师刚才那个 引述的那个Claire 那个First Draft的那些内容 也恰恰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独立团体 那First Draft的那个Google也有份参与 我们Facebook也是成员 那通过他来对整个的这个 那个虚假资讯做一些判断跟研究 这样子 那我也很同意那个唐峰政委 关于这个假新闻的这个定 我知道你也很不喜欢假新闻这个名字 哈哈哈哈 一样一样 我们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也不太喜欢 就是说Fake news这个term 或者假新闻这个term 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说法 我们觉得是说是一个false news 就是这个新闻可以是错误的 至于说假或者不假 这个判断起来是相当之有困难的 或者你说是一个misinformation 如果把这个范围更加扩大的更加大一点也可以 那我们刚才在台下也在聊 就我也想重复就是说 如果从虚假资讯的角度来讲 其实最难处理的是 涉及到一些政治类别的一些资讯 如果你说是一些天灾人害啊 或者是有一些涉及到公共卫生的这些资讯的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能够快速方便处理的 就一旦那个公部门可以有一个澄清 那也可以比较快速的把这个讯息给传达出去 但是涉及到一些政治的一些议题呢 就是说我相信就是很这个这个主委啊 这个政委都有经验 这比较包括这个唐峰这位 您刚才自己倾诉的这个经历 也是很难就是说一两秒钟 或者一两一两天可以可以能够讲得清楚的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头痛的地方 那这个呢又涉及到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的这个大的方向来讲的话呢 那我刚才在presentation里面也讲 我们公司的使命是怎么样使得这个世界 更加的open and connected 那你如果从这个open开放性的角度来讲 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那包括每次的这个选举也好 或者包括其他的一些civic engagement也好 你要让这个网络的空间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才是这样一个民主跟选举的这样一个基石 那这一块来讲的话 刚才那个line有提到有这个transparency report 其实这一部分google跟那个facebook 一早就做 那我们也很欢迎也很支持 就是line终于加入这个transparency report这个行列 那所有的不仅仅是台湾 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部门对攻的部门 像facebook提出的一些user data的request 或者是要有一些take down的一些request 我们全部都会记录在案 那我们也跟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可以给到这个request 然后我们也会记录在案 我们每半年发布一次全球的一个transparency report 大家也可以上那个facebook去看 然后也会有每一个country都有一个country page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记录是怎么样的 那你给我100个request 并不代表我100个request 全部都要去那个处理 而且通常来讲 其实我们这个拒绝的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有一些政府提出的一些request 是相对比较容易处理 我相信大家也明白 比如说我前两天就收到一个request 是那个台湾的卫福部门 那他们说可能看到就是有人在脸书上面做烟槽类的广告 那这个是禁止的 或者就是香港也有卫福部门 他们包括隐形眼镜或者有一些medical的一些product 如果你是没有一个政府的一个批文的话 你不应该在就是不仅仅是脸书 哪怕是传统媒体 你不应该是去做推广 那这一些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我们也会记录在案 然后会take down 那那涉及到其他一些 比如说其他一些内容的 你比如说是涉及到恐怖主义的 那那个touchware 台湾其实这一块也其实相对来讲还好 不碰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那我们也会完全去配合 那总的原则呢有两块 Facebook呢我们自己有一个叫做社群守则 community standards 简单来讲呢 其实这个概念呢 就跟你去银行申请一个信用卡一样的 那当你在申请这信用卡的时候 你当然也是 agree to 他的这个 terms of service 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那社群守则的话 我就可能没有时间在这里细数 但是大家可以上我们的那个Facebook 网站去看社群守则 community standards 你可以它分门别类 比如说我们对霸凌的定义是怎么样的 我们对仇恨言论的定义是怎么样的 然后比如说暴力或者自残的一些行为 我们会把它的这个content拿下架 有一些很细分的一些那个产出 包括去年其实那个亚太的那个论坛的时候 我们有请那个美国专门也有个做内容的一个专家 我的一个同事过来有跟大家讲述 除了社群守则的这一部分之外呢 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运营我们的这个社群的时候 我们也当然尊重这个local的这个法律法规 所以呢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台湾的一些对公部门 他会有一些案件 那他会通过就是法院拿一个court order 那我们也会遵守就是台湾的法律 如果台湾的court order 如果能够有一个法律的一个条文出来说 你应该怎么样去配合 那也没问题 那有一些个别的案例 可能说这个内容是涉及触犯到了 台湾本地的法律法规 但并不代表它在台湾以外 是违法的 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限制性的一些措施 这个内容在台湾境内是看不到的 但是可能在美国还是看得到的 那这个也是就是 也从另外一个程度上面来讲 我们也是表达就是说 对不同的这个文化跟这个背景的一些 一些尊重跟理解这样子 那我也想再小结一下就是说 我觉得处理这个虚假资讯的这个问题呢 可能就是说大的方向 我们是从两个方面来走 一个方面是从工具入手 那包括就是说 有一些factor checking的一些 tools 都慢慢慢慢在研发 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不断地去吸取一些经验 怎么样 就美国因为通常都是会第一波 我们先做 然后那个慢慢慢慢在怎么样 把它全球化能够更完善 这是工具的这方面 这一部分主要是工程师那边在负责 那我们觉得说单单有工具那一部分去 比如说是去删除一些虚假资讯 还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你可能能够删除一百个 甚至一千个 但是明天可能又会有其他的资讯出来 长期来看呢 就是说新闻素养的这个培训 还是相当重要的另一个环节 如果你单单靠一腿一个脚走路 就是单单工具这一个脚走路 而没有就是说一个长期的一个 新闻素养的一个配合 能够支持上的话 其实长远来讲也不解 也不实际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新闻素养的这个培训呢 就需要就是说媒体 学界 NGO 那包括就是说科技公司本身 那科技公司也当然就是 我们也很欢迎就是说LINE啊 Google啊雅虎啊 那这个也要感谢就是说 NCC在今年已经召开了两次这个会议 把所有的这个 我们讲multi-stateholder governance 我觉得在台湾处理这个虚假资讯的 这个工程当中 我觉得NCC扮演一个很好的一个角色 其实是充分发挥了一个multi-stateholder的 这样一个功效 那好像就是说 因为最了解台湾实际情况的 肯定是台湾的政府部门 台湾的NGO本身 对跨国企业来讲 那我们也很很欢迎就是说 我们通过NCC 把台湾的眉关 把fame 把台湾的季协 还有我们那个世新啊 政大啊 台大的新闻系的学者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那有这样一个平台 那我们可以充分就是说 我们可以告诉业界说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们可以告诉我们 他们的困惑是在哪里 那有回应就是说 唐峰前卫刚才提到 我觉得就是说 台湾目前就是做的最好 就是说可能就是 政府知道就是说 他的角色在哪里 然后到哪一个部分 他会停止 就是不会再继续下去 那你比如说 如果NCC把大家找过来说 NCC好像老板一样说 你们应该这个 这个 那这个就很有争议了 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些 原人自由的问题了 那你把大家召集过来 作为一个平台 让大家充分自由去讨论 也不会我去参加 两次NCC的这个联系会议 他也不会说 你一定要说这个 一定要不要说这个 我觉得大家这个 讨论的本身就很充分表明 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性 我可能就先说到这里 然后可能有问题的话 再可以讨论 谢谢 刚程中间还蛮客气的 他没有提到说 其实很多培训或是素养的建立 是我们的学校应该要做的 那个教育部 其实也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 能够让我们的学生 有更多的判断力 接下来我想要从业者转到 我想比较批判性的 我们从人间断题来到 那我们想先听 跆拳会怎么看这个议题 我想这个包括透明化 这个报告的部分 跆拳会也投入蛮多的 那坦白说 我觉得台拳会在台湾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很多人把他当作负面的 我其实把他们当作英雄 我说叫我去上街头 我从来不会的 每次看他们上街头 我都在那边很羡慕他们 不过anyway 我今天明轩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从台拳会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不管是业者或是政府 在假新闻这个部分 在人权 包括在个人资料 隐私相关的部分 的处理的部分 我们的台拳会 或是台湾的人权团体 觉得还有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再继续努力 来强化的部分 来明轩 好 谢谢吴Sir 大家好 我是台湾人权促进会 何明轩 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吴Sir把台拳会 讲得很重要 有听过台拳会的可以举一下手吗 好 谢谢大家 好 因为我想说 真的大家都有听过吗 台拳会这个组织 其实大家有听过 但是其实它成立到 现在大概32年 1984年成立的 早期是关注 既然时期成立了 所以早期是关注政治犯救援 跟一些党外运动 那到近来 其实真正关注在 特别是网路上的隐私权 或言论自由的部分 其实是到最近 可能四五年来 才开始发展到这部分 那当然一直以来 是有关注隐私权 但没有那么focus 在网路上的 这个相关的议题 那 所以其实 就像刚刚吴Sir说的 台拳会在 因为它的背景的关系 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面 它其实不是一个很 很舒服的角色 我们最近也在想 我们到底 如果有一只动物 可以代表我们 那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打算拿它来募款 然后有可能是 什么乌鸦之类的 然后 所以 所以等一下讲的话 可能有一些人 会不太开心 我不知道 应该不会 好 那 谈到假新闻这个部分 其实从人权团理来看 我直接想到的 其实就是我最近 在遇到的一个例子 整个台拳会 其实不管 我猜大家 应该都有遇到 最近脸书上 有很多 台湾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的脸书 有很多假消息 真的是假消息 那个真的是会造成 危害的假消息 今天早上 我有看到一篇文章 黑魔大大写的 然后就是 关于去怎么识别 脸书上的 假的 就是 商家的广告 因为 最近 真的有很多 譬如说4T的硬碟 卖1000块 你敢信吗 然后就是 这种东西 在最近 所有我的脸书页上 就一直出现 一直出现 然后真的 有很多人就会跑过来问说 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这么便宜 要不要买 那 后来今天早上说 透过一些 工人的智慧 不是人工智慧 说 这个可能是假的 这样子 那 就是说 的确有一些假消息 它是 它不一定是由 新闻媒体发出来的 所以我想这是 Fact News 不喜欢用这个term的原因 就是 那 有一些消息 它是 可能是 某一些人 不是媒体所做出来的东西 那 它的确可能会造成一些 伤害 那 这个东西该怎么办 那 呃 但是 我先说一下 人权团体一直在这方面的观察 就像其实刚刚大家都有提到的 唉 对我们来说 要解决这个部分 其实连带的也要解决说 对我们来说 我们最在意的就是政治人物的言论 对 那 就是刚刚其实吴舍在他的介绍里面有提到说 其实每当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就会听到很多 呃 未来没有兑现过的证件 从来没有兑现过的证件 从来没有兑现过的证件 这东西 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它 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假消息的一环 就是总之有很多 就是说 的确在处理的时候 有很多的议题是很难理清 或是 你看的这一面跟我看的这一面 其实是很难成为一个整体的 所谓构成一个整体的事实 这样子的面向 那 包含最近 NCC也处理到同婚的议题 的那个广告 那那个 那个是在传统的媒体上出现的 不太一样 那 或者是说 一直以来 啊 我们 原住民在凯刀上面 所遇到的 他 透过总统的承诺 承诺了一些东西 但是 至今还没有兑现的一些 传统领域上的争议 那 这个东西在我们真正的 我们嘴巴里面讲起来 是我们算是假消息 那 或者是说 在一些 我们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都市更新 那 我们的政府说的是一套 说会有事后安置 说会有相关的保障 那 事后发现 其实都是跟人民的想象有漏差 这对某些人来说 是不是假消息 那 所以在人权团团体的 关注的立场 一直都是 会比较保有戒心的 在管住这件事情 那所以连带的会 比较 对于政府或企业要采取的 或是政府跟企业 经过讨论之后 要采取的相关作为 会比较 有距离感 对 那包含 刚刚那个陈总监 陈总监所说的 NCC找大家去开会 然后 会议中 怎么进行的过程 其实我们也非常非常在意 不是说 NCC找大家去开会 一定不行 而是说这个东西到底在什么 意义下 对外界来说是一个 multi-stakeholder的参与模式 因为 对 因为 就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这样子 所以 所以 讲得有点乱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有几个原则可以去考虑 就是说 假新闻这个议题 它其实是一个很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 多面向的问题 就是刚刚各位语台人 其实都有提到 它其实不只是政府单位的问题 不只是 呃 企业的问题 所谓网络中介人的问题 然后不只是 呃 人民的问题 它是这些人要合作起来 去 figure out才有可能解决的东西 那所以 呃 我就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 那其实泰拳会在这部分 因为其实关注没有很久 所以其实老实说 我们没有太多好的解放 但有一些资讯可以提供 比如说在国际上 就是我最近常常讲 NCE应该也常常被我 常常听到 听到很烦了 就是所谓的 马尼拉原则 这件事情 那其实大家 呃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google 马尼拉原则 中文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最近 经过社群 台湾社群的翻译 已经有繁体中文版了 那马尼拉原则 它的原则上就是在 说 嗯 网路中介者 比如说google 比如说facebook 比如说中华电信 以本土企业为例的话 那 这些网路中介者 它提供你使用网路的服务 让你去接触到网路上的资讯的这些人 他们对他们的内容 应该要负起什么样的 什么时候应该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那 呃 在马尼拉原则 马尼拉原则这个东西 是大概2014年出现的 那2015在联合国的IGF 也有讨论过一次 那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中介者 他其实 原则上 如果不是法院 如果他的内容 不是他自己生产的 他也没有去动他的内容 那原则上这些中介者 他 不应该为他的内容 担负法律的责任 那 言下之意就是 你政府要提出请求的时候 其实我要求 要求这些网路中介者 要去 把某一些特定内容移除掉的时候 其实这些网路中介者 如果没有收到法院的命令的话 他原则上是不需要去做 任何动作都可以啦 就是依照这个原则再进行的话 当然 但这里面有很多讨论的空间 包含说有一些 可能真的有很紧急的事情 要发生的时候 那 譬如说 某个儿童的图片 儿章色情的图片 被放上网的时候 这东西该怎么处理 因为你可能 在等到那个法院程序下来之后 可能就会太迟了 所以 有很多可以考量的东西 只是说 提供大家一个资讯 大家可以去参考 现在国际上 有一个讨论 这样子的趋势 这是关于网络中间人的责任 包含 联合国今年在3月 3月底吧 就是他们 联合国有一个程序 叫做特别程序 在任权理事会底下 那 他 当然台湾不是一个联合国的议员 所以一直讲联合国 好像有点怪怪的 但是其实也 就是如果你要去跟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话 势必要知道这件事情 那 联合国的特别程序就是针对一些 比较有争议的言论 有争议的议题 他会出一个 特别的 一群人或一个专家 去做这个争议事件的调查 其中在3月的时候 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 就针对了假新闻这个议题 他发表了 跟其他几个团体 几个国际NGO 一起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那在那个联合声明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去查 他的英文应该就叫做 Joint Declaration 然后你查Fact News 应该就会查得到他 那里面就针对了企业 针对媒体 新闻媒体 针对一般人 针对政府 他所该担负的角色 以及该负的责任 其实都有相关的说明 这样子 那回到台湾来 其实你拿那个声明 回到台湾来 你就会看到 就是刚刚政委这边 已经有做了澄清了 就是他其实是 假新闻的受害者 就是他 至少政府这边 没有要做 事实查核机制 这件事情 那所以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说 事实查核机制 这个在台湾 可能是主要处理假新闻的 一个主要的议题 主要的管道 那 目前在发展的主要的管道 就是可能还没有在台面上 有一个 很正式的东西 但可能未来就是朝这个方向 可能会前进 那 事实查核机制 他到底该要具备 就人权团体的角度来看 他到底该具备 什么样的 对 那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今天有一个 有一个 事实查核机制 来去说 一个新闻是假的 来去说 某一个新闻媒体 或是某一个人 说出来的东西 是假的 那 谁来保证 说这个事实查核机制 说的话是真的 那 这个东西 会不会连带影响到说 现有的新闻媒体的公正性 他 发出来的东西 我就是要经过 第三方确认之后 才得到承认 这件事情 会不会影响到 新闻媒体现有的公正性 所以 就是一个无限后退的问题 就是说 你到底谁要去 集合事实查核机制 那谁要去 要去集合那个 集合事实查核机制 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样的状况 有可能会去解决 真的有可能会去解决 所谓假新闻的问题吗 我是很纳闷的 因为大家可能 就是 拿最简单的同婚的案例为例 我希望这里可能 如果你是反对同婚的 你就稍微忍耐一下 那 就是说 有这么多 澄清同婚的一个 言论在台面上了 但是基本上 两方都还是在 各自两个极端的 各自两个点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可能 你接受到澄清的言论 基本上 你是不会去相信 那个言论的状况的 不然 现在台面上 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 所以 对 所以 这部分 我没有什么好的解答 只是说 大家也许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 那最后 最后就是 我是不是占用太多时间 最后就是 台湾的 就是很感谢 那个Facebook Google 或LINE 他们其实都有提供了 台湾 网路透明报告 那我们也很希望 除了台湾的政府 特别是 就是 现在难得有数位政委 这么开放的数位政委 那 是不是台湾政府也愿意自己做 然后 台湾的本土企业也愿意自己做 让台湾的人民可以知道说 自己在 隐私权跟言论自由上 到底政府跟企业之间 到底 的 配合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 这样子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接下来有两位律师 点外的意思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 这样子的问题 我想第一个部分是从 Legal的角度 我们怎么去判断 不管它叫Fact News 是假新闻 或是假消息 或是这样子的东西 那 譬如说 不管刚刚Line在讲的 他用 Ecruption的方式 或是Facebook 在用 这个 NGO的方式 来做这样子一个判断 包括 假设我记得还没错的时候 那时候 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太阳花运动 在霸占立法院的时候 坦白告诉各位 我忽然 在半夜接到一个电话 是刘静怡打电话给我 刘静怡打电话给我的理由是说 这个 这个 台湾运动放了很多电影到YouTube去 都被take down 都被take down 下来 那 刘静怡知道我跟Google有认识 他说 你能不能跟Google人联络一下 我们那个东西又没有暴力 又没有社情 为什么要被take down 那我也 帮妈打了个电话 做一个这样子的澄清 那我要问两位律师的问题 就在这里 不管刚刚讲说 这个 业者 他们很希望自律 那这个自律的方式 比如说 从最早期的Yahoo 去take down 一些社情 或是暴力的东西 一直到今天 比如说Facebook 或是LINE 不管他用M-Cursion 的方式 或者用 用刚刚是讲的 这个 NGO相关的 社派对的方式 来做 这个 提醒 或是 什么样的 进行 从 第一個的角度来看 这个 我不知道 两位律师的 看法 是什么样子 我想 是不是先 从 真理师来好吗 都可以 我想都可以 那就先讲 先 请若凡好了 而 若凡今天 不是代表Google 她是代表她个人 所以 我们不要误解 虽然她过去 在Google上班 OK 若凡来 OK 谢谢 那我想 今天时间有一点 有点急 我想share 其实不仅是从 一个Legal 我也可能 稍微控制一下 时间 每个人大概五分钟 因为我希望保留15分钟 假设有人 想要问问题的时候 可以 到麦克风来 跟我们来 做互动 来 谢谢 我想我今天 虽然是一个律师的身份 可是我觉得 Internet governance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只是纯Legal 这样的一个意识 我觉得它其实跟产业的互动 跟社会的互动 还有跟法律互动 其他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我想简短来说 我想大家谈了刚刚很多问题 就是产业面这边的问题 政策这边的问题 我想从一个 比较 更high level一点 的一个方式 我们在谈那个 网路的这个争议的言论 其实现在fake news 现在是大家最热门 可是就像是吴老师讲的 其实它从 雅虎那个时代 其实就处理非常多 每一个大的 Internet governance Internet company 其实都在处理这些问题 从最早期的时候 这些色情 暴力 然后现在 我们前几年谈的 比较多的 其实是霸凌 然后到现在的fake news 其实这些都是 这个网路的争议的言论 我们可以看到 网路争议的言论 其实像fake news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极端 当然就是说它是一个假的 一个消息 怎么来处理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言论里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layer 从色情 这些比较Itrine 到一些仇恨 说实上一些 让人家比较不舒服的言论 其实它有非常多 不同的layer 那这也让我们 其实变成是说 非常难处理 就说什么 像是一个 叫做一个网路争议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言论 大家可能 其实比如说 我拿一个最简单的 其实大家 怎么叫法律上的毁谤 对不对 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今天骂一个人 他算不算是毁谤 其实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看到其实在社会上面 即使是在台湾 大家都有非常多不同的标准 那我们更不要讲说 现在其实是Internet 是一个Global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Global 这样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EU 对于比如说 一个Privacy的一个看法 跟美国的看法 就不一样 那更不用说 跟亚洲 甚至跟中国这边的看法 全部都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 来处理这个 网路争议问题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可能是需要认知的 就是说它有这么多 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 文化上面的差异 社会上面的差异 然后还有法律上面的差异 那所以我其实是想是说 我想share 就是说 我对于政府这边 到底有什么样的 一个做法 我们当然知道 在Legal上面 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大家 刚刚明显也有讲到 我们有马牙原则这个部分 我们最早的时候 其实在处理盗版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平台业者其他的 他的一个义务 就是说你必须要 know this and take down 这个其实是早就发展出来 可是就对于现在 这么多一些争议 这样的一个言论 那政府要怎么样 真的去处理 我们可以说处理 或是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说 政府其实是比较难 真的有一个法律 这样去管制 不仅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在台湾更 更严重的一个情形 就是说 因为大部分这些 平台业者 都是在国外 社会都是在国外 那这个部分其实 在台湾 其实是一个 更特别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让这个法令 其实非常难 那我也认为 其实就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 就是说 它有这么多不同的layer 你怎么样 用一个法令 然后我们就牵涉到 有不同的这样的利益 比如说是言论自由 你还有一些 资讯自由的流通 这样子一个价值 我们要怎么样 而且政府适不适宜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控管 其实都让我觉得 其实我想 echo 刚才那个 政委这边的一个讲话 就是说 法令在这个部分 法律的管制 其实我看起来觉得 它是一个非常 可能是一个比较难 甚至是也比较不适当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我们回过头来想 那政府在里面 扮演的角色 可以是什么呢 我们当然可以听到 刚刚很多听到一个 一个自律这样子的 一个机制 那这个部分 其实当然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趋势 那政府其实也在扮演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觉得刚才也听到 大家讲到很多 就是说 我觉得政府在里面 其实扮演更多可以 其实在一个 multi city holder 这样的processing 你怎么建立这样整个的 一个环境 因为毕竟当业者出来的时候 他自己 他的connection 他能不能建立到 整个这样的一个 ecosystem 这样整个的讨论 还有整个事情的发展 是不是能够顺利 这个其实或许是政府 其实有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可以扮演 让社会上面 有这些interest的人 可以进来这样的 一个process里面 来参与 就是什么叫做 业者的self regulation 那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很多self regulation 其实是由这个跨国的 这样子的一个 大的一个internet company 在主导 那台湾的这些 local的这些platform 它怎么样能够跟上 就是说一个international 这样的一个trend 一个趋势 而且就开始处理这些 网路上面所谓争议的言论 所以像是google 像是facebook 像是line 其实大家其实都有 自己本身就有一个 自己的policy 对于什么样的言论 其实是需要take down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那可是我们看到 看到就是说 其实在台湾这边 其实发生 通常发生问题是什么 那一个比较极端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law enforcement 这个部分 其实它怎么样跟跨国企业 这个部分 或是大型的这些internet company 这个部分来做合作 其实这个其实是 还是有它的gap在 那这个gap存在于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传统的这个我们执法单位 我们不管讲的是警察 或是法务部 或这个部分 他们其实在索取很多资料 或是要跟网路公司合作 或传统公司合作的时候 他们比较没有所谓 什么叫它的legal basis在哪里 它要怎么做 它要怎么样符合这些 这些我们讲说法治国家要件 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这个部分 其实它的认知其实比较少 因为在传统的文化里面 或是传统的企业里面 这一块并不是那么重要 可是当它开始 要跟网路公司合作的时候 privacy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data 我们要怎么样保护data的 的这样子的user data 这个部分 变成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部分 要怎么样去把这个gap 弥补起来 把它填补起来 让这个网路公司 可以跟这个law enforcement 这个部分有更好的一个合作 尤其是现在 网路公司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明轩讲的 transparency report 他们做了好几年 对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说 怎么样 让政府能够 这些执法单位能够了解 也就是说它的request 其实这些企业也是需要去做的 因为它需要对它的user负责 而且到最后 这个部分才会 在所有的balance 的interest里面 它到最后才会变成一个 比较好的 outcome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做 那最后一个我其实也看到一个有趣的 这个国际上的发展 它变成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比如说 大家以前 2005年的时候 大家谈很多span span的问题 大家那时候想说 我要不要立一个法 这样子 那时候也谈得非常的那个 可是还没有立法的时候呢 看起来现在这个问题 就比较不是那么 那么在被大家关注 为什么 因为technology 其实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对 technology它某程度 它帮 它不能解决完全的问题 可是它可以用比较technology的方式 其实来 来让有一个比较efficient effective的solution出来 那我们在想象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在网路争议的言论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可能其实也是这样做 我们看到其实国际上面有一些 一些startup 开始关注这个事情 它开始用AI 用deep learning 它开始来有这些技术 它希望发展这些技术之后 可以协助 不管是这些小的这些platform 或是大型的platform 其实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所以政府在这个部分 其实是不是也有一些角色 其实可以让台湾的这些 有兴趣在做这个事情的人 其实有一些awareness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政府 所以 我觉得除了一个管制这样的观点 其实在整个 这样子的issue里面讨论 其实我觉得 或许我们有更creative的一个solution OK 谢谢 谢谢 若凡 若凡 若凡刚刚提到的两个事情 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来思考 尤其政府部门 你能够做什么事情 就像刚刚所有这些业者在讲的 他们其实都有一些guidline 有一些guidbook 比如说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哪些东西要把它take down 要把它做处理 或许我觉得我们的政府部门 应该要对他们这些guidline 要有一个理解 因为假设你要去challenge他 你总要对他了解一下 你才能够把这些人跟他们 不管是你要跟他做互动 或是在coordination的部分 而不是在完全不理解的状态下 好像问题就是他 然后就是要从他那边去处理 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这是第一个 我想若凡提到的一个问题 若凡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其实非常有趣 这个坦白说 2005年的时候 那个垃圾邮件的问题 我一直反对 所以订定所谓的垃圾邮件管理办法 那我当时的反对的理由 我也简单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反对 在2005年 我们台湾政府都已经知道 垃圾邮件95% 是来自于台湾以外的地方 你订定那个垃圾管理办法 有什么用 你管那个5% 你95%根本没办法管 所以到后来我们都知道 那个垃圾邮件管理办法 根本几乎是定了一个办法 放在那边 对的灰尘 我觉得是这个 或许我们政府的部分 在这边可以多一些理解 来跟业者来做更完整的一个互动 我想接下来的部分 麻烦那个曾利时珍跟你来跟我们说明 来 请 你有偷影片是吗 OK 在哪里 对 因为我们要设置 已经可以这些国家 他们在一起 在这个地方 可以 很容易 建议 我们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被把误独迹 当务 的人 农婚 请 曾麗士可能時間稍微控制一下 OK,謝謝 因為時間很短 我就每一章很快地講過 我今天想要從Internet的開始 跟大家談起這個問題 因為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言論自由跟假新聞防制的專家 那我覺得我想要從隱私權牽入這個議題 在1996年2月的時候 John Perry Burrow發了這個網路的獨立宣言 它是非常非常powerful的 它是直接指出說政府要退出網際網路 這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一個世界 我只是今天想說帶大家回到當時的狀況 那當時我記得很清楚 當時大家其實是希望我們每一個人在虛擬的世界有一個分身 然後在虛擬世界每個分身互相的交流 產生的一些行為產生一些互動 那就是說當時我們想法是把虛擬跟真實區隔出來 然後看看這個實驗往後走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那當時有兩個最重要的兩個命題吧 或是兩個重要的宣言 一個是匿名性啊 就是大家都覺得在網路上的走 行走江湖應該都不要知道在真實世界是誰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說 資訊是要百分之百完全自由流通的 我覺得這兩個當時的重要的命題跟今天討論的隱私權跟言論自由 剛好就是兩個重要的主題 可是後來發現時間變了以後就不一樣了 我記得我當時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每個美國人都很神秘 他從來不告訴我 他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都沒有什麼八卦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 好臉書上面貼了那麼多美國人的照片 美國人的新聞 美國人的隱私這件事情對我來說一直是個cultural shock 那現在整個世界就是 大家都很願意在社群媒體上面分享自己的隱私 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呢 因為科技的進步的結果呢 網際網路原來要求的百分之百的匿名 跟百分之百的自由很早就不存在 因為很多的科技的application 都會連到你的identity 包括手機的定位啊 我們最早的時候在研究網路法的時候 一直在討論說 網路的ip address到底是不是個人資料 他到底有沒有辦法trace到單獨的某個個人 這個花了很多時間寫 然後為了要保護所有的業者 我們也寫了很多說他不是他真的不是 可是現在呢 每個人手機拿出來就直接連到某一個 user 某一個個人 我想這個理論就比較難建立 所以當這兩個世界合在一起以後 就發生了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很多情況 我們在真實世界的言論都跑到虛擬世界去了 我們都把我們的真實生活分享到虛擬的世界 但是同時呢 如果你想要不連結 還是有可能 然後還有另外一群人 他不連結他的真實身份 跟他的虛擬身份 然後在網路上面不斷的放言論 然後結果 大家看到就是假新聞不斷的跑出來 那其實假新聞它不是一個現在的議題 其實它一直在人類文化存在的 我相信只有媒體報紙的時候 它就存在 只是說在科技的情況下 傳遞的速度比較快 那在現在的情況下 因為如同我剛才講的 因為大家在網路上面 放棄了某部分的隱私權 交換了我們想要的免費的服務 也漸漸的也把我們 對於言論的月聽權的主宰卷放出去了 在這個同時呢 就促成了假新聞的傳播的迅速 那剛剛一直提到說 就是平台跟科技業者 對於這個法律 還有個人資料的一些保護的情況 其實如果我們嚴格的去看 我們的法律制度 其實三純分立 司法刑事訴訟 這些規定都是很嚴格的 其實如果我們很遵守法律的話 不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去 隨便一個平台就拿得到個資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法律制度 寫得很清楚 但問題是說做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子做 那如果說我們要討論說 有沒有在用這些個資去偵查犯罪 真的有 每天面對各種不同的犯罪 如果我們今天其實把假新聞加進去 它其實也是其中之一 好我覺得它就算加進去 也不會去增加個資的 就是說主管機關去侵害個資的情況 我覺得除非是主管機關 沒有按照法律去拿資料 或者是說平台沒有按照法律去給資料 還有一個大家會很害怕是說 因為追查假新聞這個議題 本身就特別的具有爭議 那因為這個爭議性 大家會覺得說 假新聞不可以變成是一種犯罪 或是一種政府機關 或是執法單位去追查的某一種行為 那假新聞大致的分類 大家剛剛其實已經講很多 我這邊不從述 當然它是有純粹的假的 或者是不小心寫錯的 或者是故意misleading的 那我今天想要把它聚焦在 就是假的的新聞的這個情況 如果提到假新聞的話 我想了很久 我們剛剛提到我們有隱私權 有言論自由 可是請問我們人民有沒有 不被騙的自由跟權利呢 我們的法律有沒有這樣規定呢 那我們在這邊 右邊兩個其實跟今天議題 比較沒有關係 政府部門的資訊公開 這是一個很老的議題 那有各種的法律制度 人民的資的權利 新聞自由去監督它 那人民如何提供給資訊 給政府這剛有提過 這法律都有規範 按照法律的程序 如果沒有法源的話 政府不可以強迫人民給資訊的 那私人之間的資訊流通呢 其實這塊就是言論自由最大的保障 在廣告跟商業的言論 有各種不同的法律去要求說 廣告必須要真實的 因為剛剛有提到毀謗 妨害民運 公然無誤 詐欺等等 那我覺得最嚴格的是 證券交易市場裡面 財報不實的 真都很重 再來就剛剛一直提到的謠言 我本來以為謠言沒有入法 後來用謠言做關鍵制查 謠言入法的地方蠻多的 一個社會秩序維復法 如果你放謠言影響社會安寧 你就可能被認定違反社會制律 維復法 然後在選罷法裡面也是有 如果你去意圖影響選舉的結果 去造謠的話 也會可能被認為違反選罷法 另外剛有提到傳染病防治法 那 哦 謝謝 太好了沒有別的 那我們需要額外的立法嗎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一二再倒回來 對 因為我想聚焦 我覺得 對我來說我思考這件事 我只思考一個 就是把川普的假新聞 放在網站上的馬其頓的少年 我們到底需不需要 用法律來制裁他呢 如果我們用現行法來看的話 請問他是詐欺嗎 其實他把流量帶到了 那個廣告商的網站 廣告商其實真的有得到流量 所以廣告商付錢給他 好像看起來他沒有騙廣告商啊 那他真正騙的是點擊進去的人 可是那些人都沒有付錢給 馬其頓的少年 所以他好像不是詐欺 那請問他是用詐欺去影響選舉結果嗎 我們在刑法跟選罷法都有寫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前提要件 就是他要意圖影響選舉的結果 可是我想馬其頓的少年應該沒有意圖 他的意圖是要賺錢 而不是要讓川普當選 所以這個可能也做不到 再一個就是剛剛一直提到 國界跟管轄權的問題 他就在馬其頓請問我們要怎麼抓他 如果大家反過來想 如果這個抓得到的話 那如果對岸有人在操縱台灣的選情 或是台灣操縱對岸選情的時候 那兩岸要怎麼操作這個國界跟管轄權 我想這就是一個更大的議題了 所以最後會再比較一下這種馬其頓少年的新聞內容 跟我們平常看到很誇大 比如說那邊有一個仙女仙妓的照片 或是有個男人很強悍的標題 我們通常就會點進去看 那這兩種內容到底哪裡不一樣 為什麼如果是馬其頓少年的川普的假新聞 我們就一定要制裁他 其他種的每天賣東西很誇大的 我們就不怎麼覺得他再怎麼泛濫我們都算了呢 那前面一頁 那其實我們剛剛提到這些 我只是要表達說這些浮泛的假的言論 它一直都在人類社會存在 歷史上也存在 我覺得網路唯一幫忙的是它速度傳得很快 但是我們要法律進來幫忙 要規定很嚴格的規範的話 我想也未必 我覺得我們現在對於言論自由規範最嚴格的市場 就是證券市場 你財報不實就是行責 你如果放了假消息出去你就操縱市場也是行責 操縱市場的這個法律責任 其實我如果有研究證券法都知道非常難解釋 可是這兩條下去以後對企業組產生的來說 就是上市公司在公開場合要發表商業訊息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即使一組律師去討論都很難決定 它的尺度跟範圍 所以我想這不是我們要的cyberspace 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 我想我們應該不需要更嚴格的法律或更多的制度去規範這樣浮範的新聞 那所以應該怎麼辦呢 我覺得從科技來的科技可以幫忙嗎 我今天早上最大貢獻就是聽到年初的先生說 演算法是可以調整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剛才那個若返也提到了 span這個問題在法律還沒立法的時候就解決了 所以是不是有類似可以像處理垃圾信件的方法來處理它 那再來就是說市場的問題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我覺得現在的世界就是個人資料跟隱私 大家自己放棄 因為我們要換便利換服務 那麼請問有沒有其他的方法來做 或者是我們大家能夠想一想不要分享那麼多的個資 有沒有其他的商業模式的改變 這樣應該可以去防止假新聞的擴散 那再來就是大家要一起努力囉 不要看到特別的標題就直接按下去囉 然後不要隨便的分享 最重要是要有懷疑的態度 其實像我現在google就不會只看前三條 可能會看到30頁之類才決定我要的心情是對的 好就是說我覺得這是大家要一起來努力的 最後呢這是我在閱歷上看到的一句話 然後其實很難確定它的那個出處跟意義 但是我覺得它說free speech carries with it some freedom to listen 我覺得就是大家不要再把自己的樂聽權交出去 交給平台決定 大家要把它拉回來 拉在自己的手上 自己決定這要看什麼 這一定就是能夠阻止假新聞擴散的關鍵 謝謝 我們時間其實已經幾乎超過了 那不過假設有人要詢問我們的panel 這個魚灘人的話 來 請麥克風 你要來發言的請在麥克風前面排隊 那拜託每一個人控制一分鐘好不好 因為我們時間有點緊 我問題很簡短 但是各位的回答可能會需要小一點時間 我是Rocky Cafe的十點字 好 OK 那個 現在其實那個Internet已經進到realtime時代 那我們剛剛談到很多take down的東西 其實是在Internet沒有那麼realtime時代 發展出來的一些技術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在Facebook上面 可能會有很多人做利用直播來播 不管是自殺還是殺人各種犯罪的事實 或者是說在Line的群組裡面有很多 我把它叫做Breaking Fake News 它會用非常快的速度在很多群組之間轉來轉去 那我想請問在座有平台業者 我自己過去也帶過平台 我之前雅虎的員工 所以我大概知道會有這樣的一些 大家會怎樣處理這種事情 但是我好奇的是說 對於這種新的realtime這樣的技術 平台怎麼看 然後政府怎麼看 然後人權團體 然後律師怎麼看這件事情 謝謝 剛才就提到 其實不管是realtime還是不realtime 其實這個就可能信息 如果是大家都是假的資訊 大家如果就是說確定這個是一個不好的 那我們一直會 就如果是違反法律法規的會take down 就或者是內容工廠的 甚至整個的這content provider都會被take down 比較棘手的一個問題呢 是直播他的這個時效性 就好像您剛才說的 比如說如果有一些自殺 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暴力行為 那這一塊的話呢 Mark其實前不久的話呢 有一個新的post 我們有增加3000個員工呢 會不是單單針對直播 是針對這個內容的一些審視這樣子 那他們也是說從人工的角度 會去做這樣一個努力 那全部現在偷偷在一起的話 就還在招聘的過程當中 那全世界就是說加在一起的話 大概是7500個員工 會去做這方面工 這個是人手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靠科技來解決 但是剛才那個曾律師也有提到 就是說 machine learning 包括 AI 還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不能夠完全解決人手的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現在就大的方向是人手加科技這樣一起來做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說 我們根據我們的一些西方的一些研究人員的一些觀點 有時候並不一定是就是說自殺的時候 你馬上把這個視頻切掉就是最好的一個解決辦法 我們也事實上在臉書上面發生過 有人就是說在直播的時候 他有一個自殺的行為 但是可能持續了一段時間 反而有一個time window 使得他的朋友或者看到的人可以報警處理這樣子 你如果一旦就是下去的話 完全就失去了這個好像一個風箏這樣子切斷線 那另外一個方面我還是想再強調就是說 realtime這部分我相信所有的平台都是相當 會覺得是比較挑戰大的一個領域 包括LINE也是一樣 Google也是一樣 但是教育的這一塊是前期 我們可以去做很多的預防的工作的 如果做得好的話 我相信對這個realtime的這個資訊傳播 也是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的 謝謝 來 沒有問題 是 就是說 我在入閣之前是那個 十二年國教科科科科科法會委員 我們當時有提出一個三面九項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在國民教育裡面 從就是兩年後嘛 就要開始培養就是自主行動 社會參與 溝通互動的所謂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因為以前的問題是說 在教室 雖然我沒有上過幾年學校 但是以我的記憶 就是說 老師是會灌輸學生 就是說 老師用某一種態度講話的時候 你非聽不可 然後你不聽的話就打你 什麼之類的 那你用這樣子的教育長大的小孩 你用某些字體 用某些方式 你把它prime進那樣子的一個心態的時候 他就會相信 然後就會覺得說 好像一定要聽從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這個在教育學上面這個是很不幸的一個狀況 因為現在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字體跟任何聲音合成 任何訊息 那所以說 我們現在希望培養新一代的教育者 學習者是說 他除了有就是身心素質或多元文化的理解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們把科技資訊跟媒體素養 不是分別教 不是開一堂課教 是說在你學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都要融入科技資訊跟媒體素養這個能力 那這個能力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批判思考 那相信剛剛大家都已經說了 就是說 看到了什麼東西 不要 就覺得說這跟你小學老師講的話的聲音一樣 所以你就得相信 或者是說就跟這個小時候家裡買的報紙的字體一樣 所以就得相信 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任何人都要自己判斷自己的這個媒體素養 那我覺得很棒的就是說 我們在規劃就是課綱這個過程裡面 現在延後一年的實施嘛 給了我們更多就是教室培訓 然後以及去做這樣子的領域的發展的一個方法 那相信信課綱一實行之後 我們慢慢會有新一代的小孩 他們不會再盲目的被這樣子 就是不管是情緒上的 或者是一些演算法上面的這種操縱 謝謝 OK 來 回應 我其實就是符合那個媒體素養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部分真的很重要 就是說我覺得大家樂聽人應該要想辦法去掌握 一個有問題的言論 它大概會有哪一些的特徵 那去辨別它 並且知道怎麼樣不會讓它的流傳範圍變大 那 這是一個很長期的工作 我覺得其實是大概十年內可能都成效會很有限的東西 但是一定要做 然後 然後 剛剛那個real time的問題 我覺得在人權團體的立場 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這個東西可能 未來如果真的有要規範這件事情的話 那 可能要小心不要走到過度事先規範的一個狀況 因為 它可能就會 某種程度上它就會前置到言論自由 那會涉及到說 到底有沒有過度審查的問題 對 我想 我補充說一下那個就是剛才那個湯委員說到這個教育的問題 可能就是說政府還沒有做的 我們已經前期開始幫政府做一些了 那 說到這個自殺預防 包括一些網路安全 那我們 今天也是跟iWing一起合作 我覺得其實iWing好像一個台灣的模式這樣子 其實可以借鑒到其他的一些不同的領域 那我們有自己拍短片 大概有八條片這樣子 然後也全部都是翻成中文 然後 通過iWing 還有 兒門 復原會 然後 我們還有那個 展示 他們也是歷史很久 四家一起 把這個宣傳篇 包括我們提供的一些背景的資料 怎麼樣 通過他們的網絡 帶到台灣的學校的網絡去 不僅僅是台北 我們也走出台北 因為這一部分 我也希望 請大家理解 也就是說 作為平台業者來講 我沒有可能 去跑台灣 一千家學校 甚至 所以我們會提供到資源 這也是我剛才 Prentition 也提到 Partnership的這個重要性 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大的 大家要 就是說守望相助 通過一個合作的關係 利用不同的優勢跟資源 我們的優勢可能在於說 我們可以提供一些資訊 可以提供一些支持 台灣本地的NGO的支持在說 他們有這個網絡 大家如果相結合在一起 可以發揮一個更大的效果 謝謝 陳文生 我是ANI陳文生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不是說請教 就是說 因為今天早上 剛剛政委提到 你的投影片裡面有什麼 五圈一插 可是四個圈上面 其實都是 好像都不是政府可以做的 不是說不是政府 我現在問的問題就是說 剛剛像若返 其實也有意見表達 就是說其實像 共識協力這個概念 其實大家今天談的蠻多的 那現在就等於是說 好像政府可以做的 除了Q&A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 不是說只有Q&A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 就是 empowerment 這個 包括講教育訓練 不是 literate的這個教育 還有 媒體 就是業者的自律對不對 感覺上業者的自律 業者的自律本身 需要有一些東西去push他們 然後我們要join 然後怎麼樣能把這個 自律的規範做出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 國內是做的很少 我覺得現在這個對話本身是 包括像過去的Facebook join到NCC很多討論 然後形成這個 這個過程是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過程 可是 剛剛人權會challenge說 這個過程不open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你們還有很多 不是我現在講就是說 有很多國際的 國際的公司本身 你們像在日本 像在美國 像在歐洲 有很多的權利 對他protection的權利 我們 若寒講的 我們自己要先了解 然後才能夠 跟你們去deal 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 我們要 learn 這個process 然後能夠把這個自律的規範 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政府本身好像應該 有很多東西要做 要去push這個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說 怎麼樣給大的業者 本身覺得我們很友善 然後他們願意把很多東西 能夠引進來 然後在我們的process裡面 可以imput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能未來 我不曉得所以政府本身 你四個線上面的 好像我們還是 政府要做很多事 我是這樣子 不曉得是不是 對 首先政府不要擋路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政府本來在做很多事 是在擋路的 這個就是 不管是用這個 過去印刷品時代的想法 光碟片時代的想法 還是其他什麼別的想法 就是說 在很多 在前面那個四個圈上面 我們先要保證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四個圈 有可以發生的土壤 而不是說 因為政府做了一些 這個幫到忙的事情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發生 那這個 這個真的很重要 而且 我就是整天都是在跟 就是在畫白板 就像剛剛講的 在解釋說 為什麼就是 傳統的什麼 什麼調查資料啊 監聽啊 所有什麼這些概念 電話時代的概念 在LINE這個時代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就是 光是這個對焦的這個工作 我覺得這是政府可以做的 而且這是為什麼 我之前在 主持的每場會議裡面 都可以留逐字稿 那中文的逐字稿 製作起來 比英文麻煩 這是真的 那但是 這個AI科技相信很快 會有幫助 那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這個 就是整個社會 一起學習的一個過程吧 所以說 第一個是政府 不要幫倒忙 然後第二個是說 政府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盡可能在技術 允許人力允許的情況下 做到人的透明 那像其實 NCC的會議 就是其實社群朋友 也有做共筆的 他只是沒有做到 逐字稿的程度 所以當然還是會被 challenge 那但是我相信這個是可以 繼續精進的 這個是沒有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要參與這個 所謂的跨部門的 cross sectoral的這個process 但是我們不設定這個process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就這個process 這個程序 它必須是所有參與的 利益相關者 都覺得是好的正當的 而且是我們未來 可以改善的 的一個程序 這個時候政府 作為這個程序的一部分 來加入 這樣是可以的 但是政府自己設定一個程序 然後說 大家來玩 不玩拉倒 那這樣子的話 那些不同意這個程序的人 會在外面擋住 其他人的進場 就是說我們看到很多 這個情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接下來 就是盡可能挑一些議題 像剛剛其實大家都講到說 chall porn 這個就是兒童色情 其實是大家都有共識 出現了 基本上你有刑責 兒少保護法 然後你也可以去進行處理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說 如果現在他滿18歲那一天 或者說他滿20歲 或滿22歲 那同樣的事情 這個有一個恐怖情人 然後這個分手之後 他當時這個 大家合意拍了一個照片 他就去散播 那可是這個東西 它既不是猥褻 它也不是當初是道路 所以其實我們無法可管 可是無法可管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呢 就不應該是政府 來跟大家說 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因為這畢竟是 有點像是一個原住民族 在網路上才會發生的一件事情 那政府不是這樣去管 所以如果大家到 v台灣.tw的話 我們現在正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所以任何就是 有貢獻您的意見的朋友們 我們會先把這個process 設定起來 然後對revenge porn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兩個主題嘛 revenge porn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share economy的定義 那像這種東西 其實都不是政府說了算的 政府我們現在今天 如果立一個這個什麼辦法 共享經濟辦法 然後說我們覺得共享經濟 其實就是符合以下四要件 五要件沒有人理我們 根本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是要互相傾聽 來達到一致的價值 大概是這樣 謝謝 好我是開放知識基金會台灣 杜正義 那我有兩個小問題 第二問題想要請問陳述 那你們Facebook對於說 這些fake news的這些 對於處理 就是關於 除了訊息的過濾以外 你們對於處理Facebook 發送fake news的帳號 什麼任何的策略 因為根據Facebook的community standard Facebook有權去停止 這些帳號的發送 但是比如說 因為在台灣曾經 有一些部分使用者的帳號 因為受違法或是其他的關係 被停止 那你們要怎麼樣讓這些被冤枉的人身負 然後第二個問題其實是想要請問陳述 就是今天你剛剛聽到 您對於政府最近做一座假新聞的這些分享 但是我其實很好奇 因為在你剛剛講的這些內容裡面 事實上透露的其實是政府的 政策溝通失能的問題 然後跟 其實跟 吳老師一開始講的fake news的定義上 跟本質上其實有點差距 那我好奇政府其實他有花多少的心力 一直在努力的處理前段的就是溝通失能 這個部分 謝謝 謝謝 那個我們臉書有一個文化 這個我們部分 就公司的文化其中的一部分叫做 stay focused 就要抓重點了 可能用國語來講的話 那所以針對這個 虛假資訊和其他的東西也是一樣 如果是 內容工廠肯定是worst of the worst 最壞的 如果我們發現有一個賬戶一個page 他屢屢發布一些虛假的資訊 包括可能剛才就是說 明軒提到的一些虛假的廣告 那完全是可以把這個page 直接連根拔除的 那就解決了 就是說他 他所有的這個 包括他之前他花再多的錢去 培養粉絲什麼 就全部都沒有了 這也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教訓 給到大家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說 factor checking的這個機制的話呢 我想強調的就是說 就算是我們在美國或者歐洲 現在部分國家有這個factor checking的這個機制 我們也不會去加一個label去說 這個就是假新聞 這個就是真的新聞 如果大家仔細看的話 其實它的這個label叫做 disputed content 是一個具有爭議的新聞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合理的 最公平的一個說法 因為我自己是媒體出身 說實話 我覺得說 你今天說的是假新聞 特別是涉及到這些政治的資訊 可能過個十年回過頭來說 其實真的 以前發生過很多這樣的事情 所以但是在那個時間點上 我們把它認定是一個disputed的一個content 那告訴大家 這個也沒問題 我也想就是再補充說一下 就剛才很多提到NCC那個會議 包括明圈 會議本身呢 其實是 完全是multi-stayholder的 每次會議都有 那個若藩當時還在Google也有來 包括那個民間團體的話 可能十幾個都應該有吧 包括不同的學者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唐正偉剛才提到 確實當時就主要制稿 這部分我們可以再改進 當然還有涉及到一個問題 因為說虛假資訊的問題 時間性很緊 然後當時把大家聚集到一起 然後又要就是說 差不多開會有五十幾個人 如果每個人都要簽字同意說 我願意把這個逐字稿 這個裡面還有一個時效性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確實是有這個改善的空間 我們這部分來講沒有問題 就是說如果是要開放的話 那那個唐正偉這邊是做得最好的 我跟你第一個meeting 你就告訴我說要記錄 我說沒有問題 這都是特別好的 政策公通失能其實確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然後每兩三天就出去打籃球吃個飯 那根本沒有謠言的問題 你聽到他八卦 下次見個面問就是了 根本不會有謠言問題 對 但是政府為什麼跟人民沒有辦法有這麼好的關係 就是所謂的公共的這種關係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目前的這個政府組織的運作 它其實是有一定的效率的 就是說它是在 好比想說電話那個時代 發明的這樣子一件事情 它是有一個很有效率的分層的一個組織 所以說政府跟人民之間的距離 其實是一樣的 而且甚至稍微有近一點點 現在的狀況只是說在各位的這個努力之下 人民之間的距離變得非常近 所以說就感到說這個跟政府之間非常的遙遠 那但是人民之間近是已經近到什麼程度 近到潛意識都已經互相干擾的這個程度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有必要近到這個程度嗎 政府有必要跟人民就是到這個程度嗎 我也覺得是不必要的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像兩個成年人一樣 而不是就是一些比較這個小小孩似的 那樣子就是說任何的情緒都感染 然後一哭整個幼稚園一起哭 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說政府在跟人民溝通的時候 不要把自己看成是 所以我現在不會說從上往下 或從下往上 我都是說對等關係 peer to peer 就是說我是一個peer 然後你是一個peer 那我們是兩個成年人 那我們就是好好的彼此的傾聽 那是這樣子一個態度 所以傾聽的距離呢 它其實是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 就差不多是我們現在彼此之間 做的這樣一個距離 再近了也不妥當 所以我現在要在這個醫院裡面 一直建立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其實在一些事情上 我們這些專業的事務官 不管是在國旅卡的事情上 公務員組工會的事情上 公務人員內部的這個 這個考評機制的改進上面 年金的這個議題上面 其實公務員自己也是stakeholder 也很希望能夠被好好傾聽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營造這樣子的環境 就是在讓我們事務官自己 也站在這個報名的這個位置 然後去理解到說 我們用一種寧靜的一種方式 Calm Technology的一種方式 寧靜科技的方式 彼此傾聽 慢慢是可以彼此聚焦的 那像國旅卡 雖然處理的最後 大家不是很滿意 可是也都大概還可以接受吧 那當然就是最後就是這個名字嘛 我們還會調整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慢慢的多幾次這樣處理 然後增加就是實際處理的 事務官們的第一手經驗 他們慢慢就會發現說 這是一個正確的距離 再近也不妥當 再遠也不妥當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長期的文化了 它不可能一兩年就發生 絕對不會在我任內 就到大家想像的這個 完美的這個狀況 但是至少這個方向是正確 我們不要擋路 這個還是很重要的 我稍微補充一下 主委 就是針對剛剛Audrey提的那個事情 就是說剛剛談到的那個 其實政府部門之間 我覺得其實也在經歷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我剛剛一直強調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因為這個過程 我舉剛剛Audrey談到說 本身是受害者 它其實還有前段的故事 因為剛開始本來是 我們去Share國際的做法 結果後來我在立法院 去做業務報告的時候 受到非常強烈的政治上的狙擊 就是說 包括也要透過那個過程 跟立法院做很多的溝通 所以我覺得整個網路治理的process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一起在這個過程當中 透過不斷的對話 政府部門之間 包括行政跟立法 還有剛剛談到的很多跟治安的議題 我們也必須要跟檢警調的單位來溝通 就是說其實網路的遊戲規則 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只能說 就是說政府跟民間公司部門之間 還有政府本身內部 其實都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我覺得我們談網路治理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整個做一個數位的轉換 所以只能就是說大家要一起繼續努力 謝謝 你是最後一個 好好 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剛剛政委也有一直提到說 這個現在政府部門是希望可以在 就是越來越這個公開透明資訊的 那所以我只想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那現在其實有很多業者已經在做透明報告 NGO也在做這個網路透明報告 那剛剛你也提到說 我們過去這個還是比較停留在這個電信業的這種 在處理我們的這個通訊傳播的這個保障法 還是比較針對它每一年司法院公佈的這個統計處理 還是比較侷限在於這個 就是電話通訊部分 那我們網路的這一塊的 那個所謂的這個 surveillance 的這個數據 其實反而不是那麼的透明的 那我不曉得說未來有沒有可能去促成 這方面的相關的數據的公開更透明這樣 那另外想要問業者的部分 有聽到Facebook跟Line都有在做 所謂的就是有點像是一個幫忙 User去釐清所謂的一些 misinformation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我想要去問是說 你們怎麼樣去界定 什麼樣叫做不好的information 因為譬如說之前其實 以前Instagram又有發生過 像block一些 比如說以前有一個 Freedom Nipple的 campaign 對它就說 Facebook去block掉很多你們認為 不恰當的圖片 或甚至是有的人 他可能只是把他的這個 衛生棉的照片 公佈在他的Instagram 就已經被block掉了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東西有時候 就是你們的那個篩選的標準 還是有可能會影響到言論自由 那我不曉得你們 怎樣去避免這樣方面的一些衝突 謝謝 非常謝謝 剛才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就是所謂的依法行政原則嘛 那依法行政原則 這個講起來非常高帽子 而且這邊其實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說其實每個人看法律 然後執法單位 甚至每一個執法單位的每一個承辦 看到法律它有沒有一個一致的理解 腦裡到底有沒有冒出一個相同的圖像 這個恐怕是我們在講就是我們自己做 accountability 或者是做這個就是你剛剛講 不管是profiling surveillance 或者是做任何事情以前 大家先要知道說我用了這個準句法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這樣子解釋 那有時候這樣子的解釋 並不是行政體系可以自己做出的 事實上行政體系自己做出的 往往民間的朋友們也不滿意 所以像舉例來講就是個人資訊保護法的 相關的事情就是麻煩了司法 就是行政法院的朋友們 花了非常久的時間 跟跆拳會的朋友們 跟衛福部的朋友們 大家一起就是經過一個過程 那過程裡面也不一定非常的愉快 那做出來的這個最終的裁定呢 這個雙方都不滿意以我的理解 雙方都不滿意 但是這個畢竟是這個最高行政法院 就是說至少說就是雙方都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說對於目前還沒有共識的部分 有了一個共識這樣子 那這個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這個對焦還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當我們對於我們目前沒有共識的部分 有了共識之後 那至少就是所有的承辦人在處理到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哪些是一定可以做的 哪些是一定不能做的 哪些是灰色地帶 他會需要進一步的溝通 進一步的討論 進一步的解釋 那但是在很多事情上面 好比像說在形式裡面 forensics就是見識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很清楚的 它這個有一個非常非常悠久的一個處理方式 不會因為是查扣一台電腦或一個手機而有差別 但是呢 好比像說profiling的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非常的模糊 這件事情我們並 就是大家聽到profiling的時候 有些人是覺得是好事 有些人是覺得是壞事 然後可是這個情緒的部分我覺得沒有對錯 重點還是大家能不能夠對焦到說 那我們對於這件事情 社會上面要建立一個共同的 你有這個共同的價值 才能說服立法委員說 好 那不符合這個價值的東西 政府就不應該做 然後如果不信做了 應該要公布 應該要究責 那但是如果連這件事情都還沒有共識 也就是說有些人會覺得說 啊 政府就多做一些這些 這些好棒啊 那這樣子的時候 你要我們承辦的同仁 去說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然後甚至是要做這個主動transparency 這個也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像多辦這樣子的活動 凝聚出社會的共識 知道哪些事情真的是政府不該做 或政府做的時候 必須要是非常透明的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社會上的共識的話 我們不可能靠行政院裡面 兩三個政務官的力量 就讓所有的公務人員有對焦的這個行為 大概是這樣 謝謝 我回答那個另一部分的問題 就是一個是涉及到如何 就是我們在做一些虛假資訊的那個 引導信息的時候怎麼樣去界定 那其實我不知道大家四月份的時候 有沒有在台灣的朋友 有沒有看到那個就是 那個news feed上面出現的那個十條 就是how to spoil false news 其實我們是用了那個first draft的那個版本的 對 所以這一方面可能 Facebook跟台灣的現在這個政策的這個導向 也有點像 就是說如果你不是專家 那你把專家請過來 讓專家來幫助你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不是媒體機構 因為新聞這方面我們就依賴我們那個first draft 他有一個很強大的資訊的網絡 同樣的事情在那個 我們在做一些自殺預防的工作時候 那我自己本人或者我的同事 他們也不是心理學家 也不是一些精神的一些分析的一些專家 那我們就跟那個耶魯大學的那個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其實就是他們專門做EQ的那一部分的研究中心合作 讓他們來跟我們講自殺預防有哪些的東西可以做 至於剛才提到就是說包括澳洲啊 或者台灣有時候會發生一些誤殺的一些情況 那所以就還是會回到剛才說的就是說 你不能單單完全去 依靠Machine Learning去解決所有的問題 有時候會是有一些 automation的一些錯誤的判斷 那所以就是說我們會有secondary 再會有人去review 那當我們發現這個錯誤以後 我們也會很快的restore 然後也會道歉 這個所以也請大家理解 我有時候也覺得我的工作壓力相當大 台灣有1800萬用戶出一個事情 就好像會被罵死這樣子 開玩笑了 其實還是台灣的用戶也是很喜歡Facebook 我也就是說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像今天論壇這個機會 也是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 能夠去聽到說有不同的聲音 大家關心在哪裡 那我們也就是對這個我們將來的工作也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明年也可以繼續搬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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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一次要進奈羅比開會的時候 各位知道奈羅比剛好在一個禮拜前爆炸 爆炸 然後而且我們得到消息說 那個南羅比那個恐怖分子 準備來攻擊艾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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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人都說我們不要去了 我們換個地方 亞洲人可能不要怕死 大家都說就不要去了 結果我發現很讓我驚訝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那個驚訝 所有歐洲的董事 跟有兩三位美國的董事 有兩三位美國的董事 當然有一個美國董事 因為他以前當兵出來的 他是soldier出身 他一直做到上校才退休的 他說No We should not wait for 他說你絕對不能退縮 他說你只要退縮 你就是跟恐怖分子低頭 他說We should take it as a regular day 就是說你還是要把它當作正常的生活來過 但是你當然要特別小心 因為已經有恐怖的 有這樣子的這個消息來了 所以我們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做security相關的保護 但是千萬不要讓 不管是恐怖分子 或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些fake news 傷害到你的日常生活的正常的運作 因為這樣子你等於是對他低頭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個人的經驗 我也特別提醒讓大家知道 不管你是在正式的社會 或是cyberspace裡頭 它永遠不是完美的 我想沒有人能夠expect說 這個世界是百分之百完美的一個世界 當它不完美的時候 你就是要把它當作你的一個regular day 來生活下去 那我想這個是我自己今天聽了很多人的 那個發表的意見 把我自己的經驗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最後一個我要特別提醒 我們這一次的會議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session 叫tagger 那我必須要講說為什麼叫tagger 因為在1998年我參加網路會議的時候 我們這個領域裡頭 一看到一堆堆男人就是沒有女人 女孩子非常非常非常少 所以我們在那個時候我們認為說 我們其實在這個網路或是在科技領域裡頭 應該有更多女性能夠來參與 所以我們在那個時候就要開始辦tagger ICAN的會議 每一次的會議都有一個tagger的這個session 就鼓勵女性來多參與 那各位假設是女性 女性優先 男性你可不要搶在女性前面 因為這是這個girl跟woman他們的特殊的privilege 我們在這個羅素路的對面有一個咖啡廳 那個有人監線 你可以去那邊喝咖啡吃甜點 是不要錢的 那假設你不知道在對面哪裡的話 你可以跟我們的這個會場的秘書 或是相關的這個同仁來詢問 那最後我麻煩各位啊 用你的兩隻手 謝謝我們今天六位panelist 他們講得非常的好 大家一起來分享 謝謝各位 好 謝謝主席 還有謝謝我們各位語談人 那我想我們今天討論很熱烈 我們現在是一點多一些 那我想我們本來是一點半要開始 下午的這邊的session 那我們稍微延後一點 一點十分給大家半小時用餐 還有休息 然後那個請各位拿餐券到外面去領餐 然後隔壁庭亞歷山大廳的時間 我們依舊維持原來的一點半開始 那也請一點半的那個廠次的organizer吃飽後來前台 我們先做session 兩個人